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,感谢收看本频道。 看着这样单纯无辜的张琪被大家质疑,真的是替她感到可惜,一下子被碰,一下子又被质疑,她真的是节目里最惨的哥哥了。 张琪为什么能够得到观众的喜欢,不靠炒作,而靠自己的能力? 记得黑豹乐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,他们根本不担心张琪,因为她只要有机会站上舞台,就能够把控舞台,业务能力毋庸置疑。 节目中,张琪也确实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点,义工的Yellow舞台上,她一身蓝色西服,一开口就吸引了大家,看似随意的舞台动作却是非常吸奋,虽然长发被雨淋湿,依然是掩盖不了她的光芒。 最让她吸奋的,被大家奉为经典的应该是悟空。 节目中,我们可以看到她表达自己的创意,各种民族风的乐器大融合,再加上她的戏腔,以及改编之后的Rapper,让这首歌成为很多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。 从这个舞台能够看出,她每次对选歌吃得很透,对舞台有自己独到的想法,再加上她的嗓音,难怪她会火,这样的哥哥,谁不喜欢呢? 四宫的达拉蹦吧,她还有一段呼麦,那声音真的是绝了。 还有她开头的对白,以及结尾的女生,再一次收获了第一名。 可以说,李承讯队能够连续获胜,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张琪。 虽然她不适合当队长,但是她却是团队中一个军事人物,因为有她的想法和创意,每一个舞台才能够如此好看。 张琪除了业务能力之外,她还有一个好男人的人设,仔细看节目就能发现, 其实很多时候,张琪都是默默地为大家服务,比如给大家倒水,倒酒,切水果等。 这一看就是一个大大的暖男样,最圈粉的就是厨艺那一次,因为灶台不够,张琪便让其他哥哥先做。 结果其他哥哥都做完了,开吃了,他才做,等他做好了,哥哥们都吃饱了。 那一次他可能什么都没吃到,但这不重要,看到他戴着围裙熟练地炒菜动作,观众就已经认定了他的好男人形象。 后来,节目组也是特意采访了张琪,问张琪,每天摘了麦之后做什么? 张琪说,我知道这逃不过,他从来没有想过节目组要炒作他这一点,但他还是大大方方地承认了, 自己每次摘了麦之后都会给妻子打电话,跟他分享自己的事情。 他说,妻子的世界里人很少,没有自己的人生精彩,所以他想分享自己的经历给他, 然后他跟妻子的爱情也被网友拔了出来。 这样一个业务能力强且爱妻的好男人引起了更多网友的关注。 张琪在采访中夜说道,自己曾经参加过湖南卫视的选秀,但是当时失败了, 如今能够再一次回来,内心也是非常高兴的。 确实可以说,张琪因为这个节目得到了比之前更多的关注。 每一个红的人都逃不掉被黑的命运,这似乎是娱乐圈颠扑不破的真理。 张琪在节目播出之后受到了极大的关注,人气飙升, 但是如今也开始遭遇了被黑。 起因自然是因为节目中的表现。 李承轩团队在商讨四宫的打了蹦包舞台时,张琪非常坚持,开头加上一段独白。 他认为这样的代入感会比较好,节目组不太支持, 所以他给出的建议是,这个你们团队下来自己讨论, 可是张琪却说,我不想讨论,我就想定下来。 李承轩作为队长,他一向比较民主, 他说方案要么二选一,要么举手表决,张琪依然表示不同意, 非得坚持加这一个独白。 而且还怼了李承轩说,你为什么要否定我? 虽然后面李承轩就这个事情跟张琪沟通了, 而且张琪也承认自己态度不好,太直。 可就最后的舞台来说,他还是坚持了那个独白, 这意味着团队的其他人都妥协了。 联想他的个人舞台,他坚持要唱《战》, 李承轩听从了他,结果这个舞台拿了第四名。 从这些可以看出,他确实有他自己的坚持, 坚持到谁的意见都不想听,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,网上很多人吐槽他,太自我。 甚至有人说,为啥他出舞台不坚持自我呢? 因为当初他要坚持自我,可能就直接谈崩了, 他也就上不了节目了。 他如今坚持,就是因为知道李承轩会妥协。 不管怎么说,其实节目里的32个哥哥, 都是在自己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人, 他们对音乐和艺术有自己的坚持。 就像胡海权曾经说的, 真正的包拥并不是我能忍你, 而是我愿意为你做出让步。 事情的真相如何,我们并不知晓, 但是我们知道, 每一个哥哥为了他们的团队都付出了很多。 对你的 ODT是说你这种东西吗? 各位公司早上有很多道理想要当大人包, 就是这种原因。 我愿意为你做出立法的信息。 也许里有什么意思?